Hobby Game Hello 大家好 我是Hobby Game的MS 今天繼續和大家分享SD高達卡 這是SD Gundam World Complete Blocks Volume 2 包含了SD高達卡特的第三和第四彈卡 跟上一次我分享的第一彈相似 它的設計都是一樣的 除了剪影這裡有武者高達之外 也用了紅色包裝 打開的時候會看到第三和第四彈卡列 卡帽也有少少不同 跟上這次主題是武者高達 全套有82加11一種 為何會有82加11一種呢 待會我們可以打開去看你就會知道 喜歡的朋友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按LIKE 我們會繼續介紹更多有關SD高達的產品 好了 不說那麼多了 我們現在就立即開來看看 好了 今次就是第二彈的Complete Blocks Set 同樣都是SD Gundam Cardus 20周年那時候 推出的第二盒的Complete Blocks 今次就用紅色做封面 同樣打開也是會有個 舊市的卡列列在這裡 那我不說那麼多了 又是拆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應該就是有拆過的 但是應該都是未入卡的 那我先拆出來先 那我看到封面就比上次有點不同了 那封面呢明顯是用黑色紅色的 你會見到有一個展影 這個很明顯就是武者高達 那這個很明顯是摩亞屈 那我們找他出來看 其實應該我都是未砌的 即是未將一些卡放進去的 那就打開就是他今次的一些新規的卡 還有一些閃卡 那我先放進去一邊 然後又是有一本說明書 那說明書也是 說給大家聽第三、第四彈 還有有些什麼 它有說明了 SD、VS、VR 即是原材SD和VL的分別 那你會看到一些這樣的介紹 幻之一百 有六個秘密 幻之一百二十四號 那還有第二個秘密 一百二十四號可以做些什麼呢 那待會再看看 那好吧 那就是他們的第三、第四彈的卡 那又是先進入卡 那首先第三號應該是由幾號開始呢 應該是由八十 上次八十二 是吧 應該是八十三開始 那先進第三彈 好了 那終於放了所有卡 那我們現在由頭開始看回 這個第三、第四彈的卡 那這個就是第三彈 有Double石和石塔主要都是 那也加集了一個叫做武者高達 那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小時候扭過的哪些卡 那同樣是五張閃 那我想大家都有少少記憶 那這張呢就是這次第二彈送的新卡 那寫著真一二四的 那這個就是剛才說明書說的 這個的一些SD高達的秘密 那它說真一二四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呢就是當時的土田名人的MISS 不是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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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特別的卡的存在來的 是的 那只有生產了六千張 那這個環子卡 那當然一二四就說的是 不是這張 這張真一二四呢 其實應該是現在新規 這張才是 這張呢就是很難看到 只有六千張 就沒有 就應該是從這個開始就沒有了一二四的 因為一二四是一個露營 就是說他們那時候要玩卡 要參加一些抽獎 是的 才可以 就是中佬這張卡 那真一二四呢就是這張 真正的一二四號 那這張呢就是新畫的 就是環井畫白畫的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你們會看到 會有新的武者在這裏 現在也是 很開心 復刻可以復刻這張 實際我們香港呢 沒什麼機會有的了 我們繼續看下去了 有沒有些記得是自己 扭過的呢 大家可以留言喔 可以和我留言分享一下 你曾經扭過哪一種的 萬變高達 這個呢 來到這裏就完了 第四彈就完了 那也是一樣 那第三彈就在中間 這裏開始 第三彈完了 第四彈這裏開始 中間開始有第四彈 那 就是這樣啦 這次我們的分享呢 就來到這裏了 我們喜歡的朋友記得 給個like我 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分享 其他的有關SD高達的收藏 下次再見 拜拜